天舟六号后向分离完成 16时02分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从空间站组合体后向对接口撤离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 天舟六号还会继续在太空 独自飞行一段时间 直到天舟七号货运飞船 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汇对接之后 天舟六号才会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是我国改进型货运飞船的首发船 升级改造后的有效装载容积 较以往型号扩大20% 载货能力由原来的6.9吨提升到了7.4吨 2号货运飞船空间站组合体货运飞船 挤充化